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将这场校园爱情进行到底呢 我想也是占了少数了 而在另一方面 似乎也是这样才更加显出了它的珍贵 今天首先和大家分享的是由青年导演刘泽强指导的大学生原创为电影《燕卫》 影片讲述的是一对从大学时代就在一起 踏入了社会 相恋了五年之久的年轻人之间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是我的一切 她的话语 她的眼神 还有 还有她身体散发的淡淡眼草味 总让我感到温暖 我曾认为 我们会这样一辈子 毕业后 我们有了自己的家 她执着于梦想 我为现实打拼 等明天拿到稿费 咱们就去吃大餐 我本以为这就是生活 却渐渐找不到从前的感觉了 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什么? 五周年的纪念日呀 哦 别想了 我们出去走走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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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抽点儿就当攒个房钱不好吗 要不找份工作 踏踏实实的 把烟戒了吧 对不起 您的电话已禁止 对不起 您的电话已禁止 对不起 行行行 您放心 这是绝对帮您满意 好好 嗯 嗯 嗯 你们房租也拖太久了吧 说好每月初的 每次都这么拖拖拉拉 你看这都几号了 对不起对不起 真是对不起 当初真不该准备 你们这些小年轻 等过两天 我一定把钱给您送去 下次再拖我就不租了 我好累 我的工资不够延活我们两个人 我 毕业三年了 毕业三年了 我不知道我还能再撑多少个三年 我也在努力 再给我点时间 好吗 不如我也抽烟 再教你接 别傻了 或许真的有用了 好 一毕业就进大公司 可以啊你 运气,你不也婚得不错吗 对啊,你也算是个老板了吧 就是啊 我那才刚起来 听说你准备结婚了是吧 嗯,下个月 你最近怎样 哎,就那样了呗 来 我那才刚起来 我那才刚起来 就算是什么 就算有你 或是想你 我都能改 有了爱 在你里面 不是的有你怀 痛快的心 对我的泪 还用手抹起 黑夜的舞台 你的风险就是你 喂 别人不都在抄吗 是都在抄啊 可人家是什么身份 你再看看你 整天就知道画这些没用的东西 让你这烟你又不见 抄了没有 喂 你也不看看我现在都变成什么样了 你整天就知道画这些没用的东西 抄这些没用的烟 你还干什么了 你就不能为我想想 昨天我妈说要来看我 我愣是没敢让他来 我愣是没敢让他来 抄 就知道抄 看不起我 看不起我 那我咋别验过去啊 我心里有的话 我现在要交给你 暴风格带走 我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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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闷了 你睡觉 小型时 那你睡觉 我睡觉 你睡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这样 在没有她的日子里 我迷恋上了烟的味道 生活在不断刻画人们的模样 我坚持我的面包 她执着她的梦想 可那又怎样 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 就像那些过往 催化了我们床帐 我兽论的工作 就这样 我再来 你帮我 你帮我 好久不见 是呀 欢迎回来为电影之旅 女孩追求着她认为有价值的现实 而男孩也执着于她所追逐的梦想 时间的轨迹就是这样硬生生地 刻下了他们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 而似乎这段美妙的恋情 也是要画下句点了 一年之后男女主角再次相逢 他们之间还会有重拾理解和信任 迫近重圆的机会吗 我们继续来欣赏 是的 是的 这是什么 嗨 嗨 嗨 好久不見 是啊 好久了 我剛下班 你呢 我開了家畫室 就在樓上 要不要上去看看 看來你過得還不錯呀 嗯 還行 出版了幾本畫集 你抽菸了 嗯 要嗎 我戒了 看來你還是能戒掉的 我卻戒不了了 你過得怎樣 我回來了 今天超市大減價 買了好多東西 你朋友啊 嗯 大學同學 這是我女朋友 你好 晚上要不要一起吃飯呀 不用麻煩了 我該走了 不用了 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离去是很有感触的 这对男孩和女孩之间的爱情 就好像生活中两种主流声音的融合方式 理想和现实 有时候理想会讽刺现实太无趣 现实也会反过来指责理想太天真 最终只是留下了一丝淡淡的烟味 变成了他们曾经相遇过的痕迹 好了 接下来是靠谱青年的环节 今天这位靠谱青年 也许大家会觉得有些面熟 感觉好像在哪见过 一起来看看吧 欢迎收看江湖新势力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饼干 好的 节目进行到这里 先来出今天的美丽文化院 家有好主妇天天好心情 他说的就是正确答案 哈喽 大家好 我叫饼干张米涵 现在是一名综艺节目主持人 我是学法律专业的 阴差阳错当上了主持人 最早的话公司是希望 我成为一个偶像性的歌手 在那里面都会看到 正在 正在继续 平常的工作呢就是 说了可能大家都不会相信 就是基本上周一到周五的时间 我都是在录节目 然后就是每个节目 不停的在录他的背播 第一套是录什么呀 隨便嗎 隨便啊 謝謝 再見 請到這先生的美麗我快樂 可以了 開始了 開始了 美麗從今天開始 歡迎收看本線紐 大家好我是餅乾姜米海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方竹 對這個 對這個機器 人家在說 可是很多化妝品上不是沒有說明書 就是統統都是日本字 天知道它的正確使用方法 女生們困惑了 到底是手指更不膚呢 還是工具更便宜呢 現在這麼想起來的話 我覺得我的工作還是很有規律的 有點像那個 正常的白領上班族 就朝九晚五 那周六周日的話 基本上就是 有空的話 就跟朋友吃吃飯啊 見見面就這樣子 當然最大的壓力呢 其實是來自於節目當中 因為每次做節目的時候 你知道現在全中國主持人 特別特別多 一旦做不好的話 隨時被PK掉 換掉 那是很有可能的 開始走 美麗從前開始 歡迎收看本期的女人沃節目 我是餅乾張品涵 從人們工作節奏的加快 停停停停停 好好看看稿子 是不是少字了 重來 美麗從前開始 歡迎收看本期的女人沃節目 慢一點 別吃字老吃字 工作節奏的加快 看看稿子 美麗從前開始 歡迎收看本期的女人沃 我是餅乾張品涵 雖然這樣一個工作環境裡邊 是我的興趣每天過得很開心 當然還是會遇到一些不開心的時候 那種時候呢 我首先都是 忍字當頭一把刀 一忍再忍還是忍 有關 可以選擇 可以放 this way to her 是吧 你觉得你自己表现怎么样 觉得还可以更好 就有时候有太多腿 喂妈 妈 刚入完节目 米肝要入节目啊 有钱 每天有这个买不就赚钱 有钱 谢谢 有时候觉得主持状态不够好 这是我最担心的 所以每天都不断地去练去改去学习 希望做好一名优秀的主持人 更何况一个人在北京的话 靠的也只能目视自己 每一天都是新的 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相信我自己能够做得更好 确实太后 已不如 追求梦想的道路一定是不会那么容易的 而光鲜亮丽的背后 不知道会有多少心酸的内容 饼干这一次给我们做了一个不错的示范 饱满的活力和正能量 所能够带来的心理暗示 确实很有用哦 好了 今天的wedding之旅就到这儿了 我们下周继续启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